此外 賴清德主席在會中致詞 全文入下 今天適逢8月23日 823這一天 對中華民國台灣來說 是意義重大的日子 65年前發生在金門的這場戰役 守護了台澎金馬的民主自由 為中華民國台灣的和平與繁榮 墊下基礎 但也因為823炮戰的爆發 金門承擔的戰地 政務所帶來的自由限制 經濟發展也受到影響 因此措施許多機會 這也是我們應該要彌補 中央政府加強離島補助的原因之一 我非常清楚國軍守護國家 守護民主的辛苦跟犧牲 也很感念 金門人的付出 今天要像當年在823炮戰中 犧牲奉獻的台灣軍民同胞 以及65年來勞苦功高 的國軍來致敬 謝謝你們始終站在第一線 守衛國家的安全跟和平 維持台海的和平穩定 是兩岸共同的責任 中國必須正視 中華民國台灣的民主成就 尊重台澎金馬人民 民主自由的生活方式 我要重申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並且願意在 基於互利 尊嚴對等 沒有先決條件之下 跟對岸 來展開對話 創造和平共融 民主和平是我們 生活的根基 重要的跟空氣一樣 但也是如此的理所 當然 一旦失去了 才知道會無比難受 今天我們紀念823戰役 就是為了記取 戰爭殘酷的 歷史經驗 全力追求永久和平 台灣會堅守 維持台海跟區域和平穩定的 重要人物 賴主席強調 他的立場非常清楚 對於兩岸的立場就是 承諾不變 善意不變 並且願意在基於 互利 尊嚴以及對等 沒有先決條件之下 跟對岸展開對話 來創造 要和平共融 本黨認為 誠心的建議 柯文哲主席 在拋出對話想法之際 應該先跟自己充分對話 我們也就此 來提出三個問題 第一 請問柯主席為什麼要拋出過時的重啟服貌 第二 請問柯主席為什麼要對 中國 暫停台灣芒果輸入這件事情 依舊的閃躲 沒有態度 第三 中華民國跟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否互不地數 我想這三個問題 請柯文哲主席 先好好的跟自己對話 對話完畢之後 也請柯文哲主席 誠心的 先向社會 做這個充分的報告 好 請問柯文哲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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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柯文哲主席